大家好,欢迎参加OSPO环节的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走进OSPO开源项目办公室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刘洁 目前在华为的开源与开发者部 我自己是从2017年开始真正接触到OSPO这块的工作 目前我是Linux基金会理事会的Observer观察员 同时也是Todo Group的华为代表 我不知道大家谈到OSPO开源项目办公室的时候 大家会想到些什么 随着开源这两年在国内的更加的繁荣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内很多的公司都和华为当年一样 去建立了自己的OSPO的开源项目办公室 但是我观察到这里面的差异其实还是蛮大的 比如说规模方面我会看到有的公司 他可能是一个人甚至这个人还是兼职的 来去完成OSPO这样一个职责 那有的公司呢他可能会有两到三个 或者是五到六个甚至多的有可能到十几个人 他来去履行OSPO这样的一个职责 同时的话就是他的人员的构成 还有包括具体的所归属的部门上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有的会挂直接挂在以律师为主 然后直接是挂在法务部下面或知识产权部下 然后有的是会以提升效率为主 那他可能更可能是挂在比如说工程效能部下面 那有的他会与社区运营和招聘为主 所以他可能会放在营销相关的部门 像华为呢比较特 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是放在集团的战略部下面 但是我觉得在OSPO开源项目办公室这件事情上 他的业务实质是要重于形式的 不管他的人的多少 还要挂在哪个部门 其实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在帮助你所在的公司 更好的使用开源 更高效的使用开源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你所在的企业 你所在的研发团队 更好的去参与开源 贡献开源 那么其实你已经在做OSPO开源项目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了 那为什么会有OSPO开源项目办公室这样一个职责呢 我觉得个人的理解这个其实和开源与当企业参加开源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开源它的本质或者说基础的价值观是开放透明共识 但是当一个企业去参加开源的时候 企业的内部它是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流程 然后它会看中我的整个参与的一个效率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就是一个合规 也就是说我不能因为去参与这个事情带来额外的一些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在开源社区开源项目和企业之间 其实是需要OSPO作为一个桥梁来去解决这样一些的适配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开源项目办公室的核心职责里面 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开源策略的内外部沟通 以及开源策略的推动执行 那同时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看到的在外部可以看到显性的呢 是开源项目办公室OSPO它还会去负责一些企业在开源项目的使用 高效的使用 还要包括一些参与 甚至会涉及到一些开源社区的运营 特别是一些重点参与的 或者甚至是企业自身发起的一些新的开源项目 我们会在外面比较容易看到的是这些东西 但事实上在水面之下 我们要看到OSPO它的很大的一个职责 我们刚刚提到的法务合规 我怎么要去保证我参与这些项目的时候 使用这些代码的时候 贡献代码的时候 我的开源许可证的这样一个中存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商标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我要高效的去使用这样一个项目 那我的相应的基础设施工具有没有具备 这个也是OSPO办公室要去考虑的 当然我如果参与很多的项目 参与很多的基金会组织的话 那产业组织和项目会员的身份的管理 也是OSPO的核心职责之一 最后一个 但是其实是绝对不能忽略掉的一个 就是我的开源文化在企业内外 这样的一个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样的一个职责以后 你会觉得对OSPO这个角色和定位 是一个什么样子感受 我自己最初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点点疑惑 就是难道我要去做一个万能的管家吗 那同样式管家其实也有区别 就是一种管家是说我制定各种各样的流程制度和规矩 然后大家按照这个规矩去走 一种的话可能是我要帮大家所有人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要不要去做一个像101大楼里面的那种阻尼器 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的这个开源策略决定以后 我要坚定不移 然后不左不右 然后去坚定的保证我这个战略的这个执行 似乎这两个似乎看起来 再看起来好像职责很清晰 但是呢在实际的过程中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是有的 比如说你会发现 虽然你制定了很清晰的开源的策略的决策流程 也许你制定了很清晰的参与 还有使用开源代码的一些方式规则 但是你会在实际的生活中 你应该会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情况 包括已有的规则的执行 如何保证它执行到位 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细节要去做的 同时的话 商业提到的看似简单的一句阵楼神器阻尼器 看似非常简单 但事实上真的涉及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这个地方的利益不但是说公司内外部的利益 其实还包括公司内部不同的角色之间 他们其实有可能有的时候观点也会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真的去做的时候 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那接下来的话 我会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去看一下 就是在OSPO工作里面 一些比较容易的误区 还有包括一些感触和建议 首先这个其实不算在那四个建议里面 第一个呢 这个其实是属于免费赠送一个 也就是如果你是现在刚刚开始接触OSPO 开人项目办公室这样一个职责的话 第一个建议就 先去找你身边的你的周边的研发团队也好 市场的项目运营的团队也好 然后去甚至包括业务的战略规划的部门也好 去多去找他们聊 看一看他们对于OSPO还有对于开源业务本身 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 有什么样的问题 了解了这些东西以后 然后你再去看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缺的是什么样的流程 我要去做什么样的规则 我要去组织什么样的会议 组织什么样的快部门的团队 就是所有的根源必须得回到 我可以在帮助公司去使用更好的 更高效的使用参与开源这件事情上 现在有哪些障碍或者哪些问题阻碍了 这个事情我是需要去做的 必须得要回到这个最初的原点 那第一个经典的坑就是 一般来说我们有新的团队 或者说有新的项目来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 那我去找国内类似的组织 或者类似的社区 我去看看他们的最佳实践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也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定要提醒的就是 前人的经验它不是万能的 虽然说经验的积累和沉淀 是OSPO的核心职责之一 但是OSPO的同学们一定要 去不断的去提醒 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要去不断提醒别人 就是所有的经验都只能说 我能够帮助你 可能的避开那些明显的坑 我也许能够帮助你 告诉你哪些路 它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哪些路可能是概率 是正确的路的概率更大一点 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保证 你用这些经验一定会成功 这是为什么往往在最佳优秀经验案例分析完了 然后大家照抄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人来说 为什么那些经验我们用了呀 我们都做了呀 但是没有用啊 这到底是为啥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适用性 也就是说任何的经验都有具体的场景 那我举一个例子 用一个笑话来讲吧 就是感恩节的时候 西方传统是要去烤火机的 那有一个家族呢 他们有好几代人 应该说他去烤火机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殊的习惯 就是把那个火机要砍一半 砍成两半 然后每一半去烤 那有一天那个小孙子 因为刚刚开始学习 终于忍不住了 他去问他奶奶 奶奶 我们家为什么这么特殊 是因为这样味道会更好吗 然后奶奶说 当年呀 你奶奶的奶奶 买的那个烤箱 太小了 所以我们只能砍成两半 分开来烤 所以这个笑话呢 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的经验 他都会有他的当时的那个环境背景 所以如果你是 知其然不知 而不知其所然 所以然的话 可能会学到一些 就是可能并不适合于你的这个经验 所以一定要了解 就是他们当时 为什么去做这样一个决策 而不是简单的去照抄这样一些经验 那第二点呢 其实也有一点点坑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去分享一些经验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分享一些大的 会去讲一些大的框架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由于分享的这个时间的限制也好 有的时候也许是内容的操作的太琐碎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保密心 所以一般来说很多细节其实是在地表之下被忽略掉的 那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 我们的环卫有一个项目叫做MindSport 那他大家可能也都有看到 就是他们在开人羽上做了大量的尝试 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媒体 效果确实也会非常好 然后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种经验的分享 但是呢 如果你完全去照那个经验去操作 然后你会发现 也许仍然效果可能并没有那么好 就是可能达不到他那个效果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自己我会去跟他们聊天以后 会看到一些细节 比如说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工作 做的是非常的细 比如说他的公众号发文章的时间 他会去根据一些历史的公众号文章的情况 会去看我某一类文章 然后我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发布的时候 点击量是最高的 大家是最喜欢的 那我会去看某一类文章 然后他不同的城市 哪些城市的点击量 或者说阅读量是最高的 那可能这些城市后续就会变成线下 Meetup活动的一些首选的城市 因为那里的关注度最高 所以诸如此类有很多的细节 包括如果办一次Meetup的时候 录一次在线视频的时候 是否小助手应该做些什么 然后包括具体跟自己的讲师互动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流程 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诸如此类有很多很多 我想说这些就是并不是说 让大家去找他去了解细节 我是想说就是所有的成功的背后 它不仅仅是那些规则 有大量的细节 还有相应的能够把这些细节 落下来的这样一些团队和人员 所以当我们去参考这样一些经验的时候 是需要留意这样一些细节 而且去尽可能的去找到 适配到自己的一些点 还有一点呢 其实也是我自己应该是到去年年底 才纠正过来的一个预期吧 就是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应该是19年的时候 去参加一个海外的一个开源互动的时候 然后我们刚好有个机会 可以去出海看金鱼 那我预期的是左边的这张图 我觉得也许我可以看到一个很壮观的金鱼 然后喷水而出的这个画面 但是我想说右边那个蓝圈圈圈出来的 那个小小的白雾点 就是我拍到的实际的画面 而且这个画面是我在海上 应该漂了两个多小时 我还是我们那艘船上极少数的 拍到成功拍到这个金鱼照片的人 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虽然我们知道海上遇到金鱼很难 但是我的预期仍然是左边这张图 同样在开源社区里 所有人都知道开源社区 其实因为大家不是一个上下级任务分配的 所以你不可能去给别人去分配任务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开源社区的期望值 其实你仍然会觉得在什么时间点 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我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会说 我到去年年底才这个观念才扭过来呢 是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没忍住 然后终于去问了我们国内的一位开源大咖 然后我忍不住 我说为什么你的项目你可以去休假 然后它还可以正常运转 而且为什么感觉每隔几周 然后你就会有新的特性出来 那我们这么熟了 你们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吸引开发 怎么让他给你贡献这些东西的 然后我们周围专家是这样回答我的 他说你要知道 开源社区是不可能存在布置任务这个说法的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 隔几个星期出来的新特性 很多有可能是两到三年前 甚至五到六年前在社区里面就提出来的 只不过它的最终的输出的呈现是在现在 那这样一个例子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必须时刻提醒的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提醒团队 也许甚至是公司的业务部门 在制定一些目标的时候 必须要足够的耐心 足够的坚持 同时一定要做一些期望值的管理 那第二个想分享的点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话题 那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去参与开源项目的时候 从个体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就有点像曼雷一样 会觉得是因为开源本身可以呈现出巨大的可能性 不管是对个人的发展也好 对公司企业的这样一个生态发展也好 还有包括基于社区的合作本身 它都有巨大的吸引性 感觉好像率性而为 感觉是不是就好了 但事实上在企业 从站在OSPO有的时候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似乎确实又需要有一些数据来帮助我们 那这个要不要量化考核的这个话题呢 基本上每一场跟开源治理相关的论坛都会涉及到 那我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好像如果没有视力表 我们可能很难去衡量说 我的一个视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谁的视力更好 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很清楚的会认知 有这样一个认知就是 视力表如果你没有按照它要求的这个距离去测试 或者说有人打小钞 然后他提前去背了这个视力表 他可以视力很差 只有0.2 0.3 但他可以测试5.0的这个视力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 所有的这些可视化的数据 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跟周边的部门 特别是对开源没有那么熟悉的人 让他们很快的会有一个概念 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唯一的一个依据参考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记得红帽的一位专家 他其实分享过一个例子 就是PR数还有A数的数量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 去看一个社区的健康度 但是会有一类特殊的情况 就是一个项目已经很成熟了 它的特性更新也没有那么快了 所以看起来它的PR数 A数的数量很低 甚至有的时候几个月都没有任何的PR 但是它当然你不能说这个项目就不好 就失败了 它有可能应用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所有的可视化的数据 我们可能需要它来去作为一个量化的数据 可以去做一些衡量 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场景 这个项目的具体的情况 包括它所处的阶段来去判断 做最后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判断 那第三点 我其实犹豫了很久 这个东西要不要 但我觉得作为OSPU人来说 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 就是各方的立场不同 意见不同的情况 那我作为一个OSPU的 工作人员来讲的话 我觉得第一是要有担当 第二的话是不忘初心 就是有一些真正原则性的东西 该坚持还是坚持 然后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些专业意见 和专业的判断 那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你也不可能去强迫所有人接受你的观点 那有一个会很重要的就是 去努力的寻找一些共识点 因为很多时候立场冲突并不等于利益无法调和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很多看似不合理的要求的背后 也许其实是可以通过其他的真实诉求 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去实现 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会要求 这两天会要突然提了一个很 没有办法实现的要求 就是他要求我有一个 有一个线上的课程 他要求我说马上要到 马上要结束了 他说我还要上 我一定要上 然后一开始我在想 那课程结束了 我怎么可能给你去上呢 感觉这个要求很不合理 但后来我想一想 然后我换个问题问他 我是说你是想上这个课程呢 还是如果换另外一个课程 你可以愿意上吗 然后他说那换另外一个课程 妈妈你会陪我一起上吗 然后我就发现他的 真实的诉求 核心的利益 其实不是上内门 不会再有下一集的课 而是说希望和妈妈在一起 一起陪伴 那这个诉求我就可以去满足他 这同样的道理就是 当我们在OSPO这块 遇到了一些所谓的僵持不下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去尝试去了解 在他的立场 甚至看思 看思很无理的要求下面 不可能接受的要求下面 他真正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 然后去设计一个方案 然后这个方案里面 尽可能去减少大家的这样一些利益的冲突 所以聚焦利益 而非立场 这可能是我们去化解这样一些问题的一个方式 那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 但其实很重要 就是沟通 那这句话其实是上次在红帽OSPO活动的时候 有一位Lins Kernel的专家提到的 就是最重要的永远是沟通 当时我印象会非常的深 是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年因为疫情原因 后来有很多OSPO线价活动 我没有参与 但是在参与的这几场里面 我会发现就是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人 虽然大家所面临的问题 所处的阶段 然后包括经验可能会 差异会肯定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其实大家的这样一些聊天 一方面的话就是大家会经验会互相 互相分享共享 另外一方面的话 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大家的很多的认知和语言 其实都在不断的去碰撞 然后慢慢的去磨合 反而沟通完以后 甚至我们会出现就是最开始 大家互相不理解 争论相对的人 后来发现 原来那些问题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所以就是在沟通里面 我们为什么会说 开源文化传播很重要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包括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那一些利益的冲突 有的情况下 它还真不是真的利益冲突 它是由于双方的语言认知不对齐 所以当你以为你在跟他讲A的时候 他脑袋里想的其实是B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你们谈的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作为 OSPU的人员的话 不管是公司内部还是公司外部 有机会的时候 特别是公司内部 不同的部门 像我们会跟 不但会跟就是 开源运的团队 具体接触开源之外 我们会跟研发团队 法务团队 民销团队 甚至我们跟政府关系 HR 我们跟他们都会有一些交流 关于开源的一些基础的概念 还有包括开源社区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其实都会去做一些交流 因为这些交流去做完以后 一方面是文化传播 另外一方面 大家的语言和甚至对齐以后 后续的很多的事情的沟通效率 会非常的高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外部的交流很重要 然后内部的交流分享 仍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虽然也会有很多的 就是基于项目的一些 自己会组之间分享 但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每年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大概在年初的时候 会有一个类似于 Lensin会的OSLS的这样一个会议 给大家一个一天的会议 给大家一个平台 来去分享这一年 在开源治理运营策略制定 包括跟商业如何结合 等等等等 各种方面 大家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问题 那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今年的3月7号 就是在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大会的前一天 我们第一次试着 做了一个沙龙 不设主题的沙龙 大家其实就有点 有点像就是 RV的开源人的 一个小型的团聚 我们是从下午的两点钟 一直聊到当晚的10点多 大家都不愿意离去 因为你会发现 就是不同的团队 也许在你这里是一个难题 然后也许另外一个团队那边 他们其实已经去尝试过解决同样的问题 而且已经成功了 所以这样的一些内部的交流和分享 也是OSPO人要去组织的一个活动 因为这样的话 内部的一个团队 包括大家的归属感 也会慢慢的成长起来 那我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因为从小杰一下的话 就是作为一个OSPO的人 他的一个职责可能是会 他的角色会很多元化 也就是说当一些 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个观察者 你要去观察 大家会去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当你去 想要去建立一些规则或者机制 或者说是去推动一些战略的执行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个组织者的身份 那当你遇到一些新的场景 新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要变成一个思考者 去找一些可能的潜在方案 那当你寻找到一些方案 寻找到一些共识点的时候 那你的身份可能又会变成一个行动者 因为你要去努力的把这些东西 去推动去达成共识 去甚至去执行这些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OSPO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多元化 你总有机会去学习更多的新的东西 那也欢迎大家后续多多交流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